Hello 大家好 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有四个直辖市 那分别是北京 天津 上海和重庆 但其实呢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啊 为了发展的需要 我国是设立了14个直辖市的 那除了大家熟知的四个啊 还有南京 沈阳 安山 西安 武顺 本期武汉 长春 塔尔这很大连 那只是这九个直辖市呢都被撤出了 而南京呢则是国内第一个被撤销的直辖市 那它现在呢是江苏的省会城市 也是中国的四大直辖之一 其实据说当时撤销直辖市的南京呢 就是因为看到了上海发展的潜力啊比它要大 所以呢把它降级为了省辖市 南京的地主中国东部长江下游 冰江是中国东部战区司令部驻地 那也是东部沿海经济带于长江经济带战略交汇的重要景点城市 2009年的GDP14,030.15亿元 全国台移第十一 南京呢在历史上有过500年的建都市 那三国时期的东吴孙权就在这里建都 后来又有东晋 宋 齐 梁 陈等王朝在这里建都 那城市又藏都城就连明朝也在这里建都几十年 有着非常浓厚的历史体力 虽然被撤销了直辖市 但是呢南京现为新一线城市 是长江角地西和华东地区唯一的特大城市 除了老大上海啊 只有杭州在跟他暗地较劲了 但是近年来另一些新一线城市也纷纷崛起 对南京造成了不小的威胁 在上一年的GDP排名来看啊 曾经的那些直辖市啊 其实只有武汉排在了南京的前面 而曾经行中呢 则是以微弱的优势战胜了南京 但是南京作为一个六朝主顾啊 无论是从历史与运 还是现代的经济发展 社会和文化建设方面啊 南京似乎都非常有信心 而且其实在2020年8月啊 南京则共是名列上半年中国GDP十强 南京的江北新区和南部新城啊 一直在发展 相信这些地方会给南京带来更好的发展 那么很多网友都在猜想下一个直辖市将会是谁 而南京飞速的发展啊 也让它成为了有力的后子 那它的发展呢 带动了周边城市的发展 尤其是马鞍山市被称为南京的后花园 如果南京被选为下一个直辖市 对周边城市呢 带来的好处将会更大 但是身为江苏的省为城市啊 如果江苏成为了直辖市 那江苏呢 就会失去一个新一线城市了 对于这个省来说 可能会是一个真意的打击 虽然南京呢 是国内第一个被撤销的直辖市 但是凭借着自身优越的地理和人文优势啊 它也成功的登上了新一线城市的行列 或许呢有希望再次成为直辖 那视频面前的小伙伴呢 你觉得下一个直辖市会是南京吗 欢迎大家把各自的看法 留言到评论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